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这个相机的屏幕里边看 都挺好 都挺漂亮的 结果咱们一按这个快门呢 出来的这个照片不是特别的亮 就是特别的暗 反正这曝光就是不对 怎么也调不好 所以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好 我是艾蒂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旅行摄影101栏目 我知道这个栏目已经有好长时间被更新了 在之前呢 我也就分享了很多说明书上给咱们讲不明白的 一些相机设置的一些相关知识 但是我发现呢 会有很多小伙伴还是在实际的拍摄当中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呢 咱们今年这个旅行摄影101呢 稍微的给它变化一下 以解决问题为主 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 说明书给您讲不明白 在网搜您也找不到答案 欢迎给我留言 我呢来努力的解答大家的这些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发现还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有小伙伴给我留言的时候呢 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所以呢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 首先呢它一定是相机设置的问题 首先呢相机本身无论您用的是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单反无反什么样的相机 它都会有一个关于屏幕的设置呢 这个设置呢需要我们打开 哎我后来发现还真不是一个设置 是两个设置 所以呢稍微的有点复杂 但是呢咱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打开这个相机之后呢 有这样一个LV的按钮 也就是Lifewheel 类似于实时查看的这么一个选项 那每一个相机它的位置呢都不太一样 那么我这台相机呢在这儿有这样的一个按钮 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相机的标志 一个摄像机的标志 我们选择相机 应该打开之后呢 咱们通过这个屏幕来看的话 哎这个画面还可以 但是哎 按一下 摆门 出的照片太亮了 当我们打开了这个实时查看的画面之后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选项 是让它显示现在实时的曝光 这台相机显示的方法为 再按一下OK键 那当我按OK键之后 画面实际上就变亮了 然后我拍摄的时候呢 它也是怎么亮的 那么就说明我现在所看到的效果呢 就是实际上我拍到的效果 所看即所得 使用促试相机的小伙伴呢 需要注意 如果您想要在LCD屏幕上 直接看到胶片模拟的效果 那么自然实时试图 这个选项呢 应该选择关闭 而不是打开 当设置了刚刚 咱们说的这两个设置之后呢 相机基本上就可以正常的 锁键即所得了 再有呢 就是可能因为咱们人为的设置问题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太开心的结果 首先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触碰到了这个模式的一个极限 因为在AV和TV这两个自动 或者说是半自动模式之下吧 它对这个快门速度 还是会有一个限制的 高和低都会有限制 它最高就到有的相机是八千分之一秒 有的是四千分之一秒 你可以看当您按下这个相机的时候 这个快门速度它是不是红色的 通常如果它是红色的呢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触碰到了极限了 它这个快门速度就固定在这了 所以会导致我们拍了一下呢 它太亮或者是太暗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手动的调整一下这个快门 把咱们这个光圈和ISO呢 稍微的给它调整一下 直到这个快门速度 这个数字它不再是红色的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在TV和AV这个半自动模式下呢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可能不小心使用了曝光补偿这个选项 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导致这个画面太亮的一个原因呢 注意看在右侧这儿有一个零 上面加下边是简 这个叫做曝光指示 而这个曝光指示上你可以看到啊 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格子 这个呢是曝光补偿 这选项吧其实挺尴尬的 有的时候咱们白天的时候用了 然后呢后来就忘了 所以之后拍摄照片呢 导致都会过曝 或者是过暗 所以每一次在查看的时候 尤其是使用这两个半自动模式啊 一定要眼睛 时不时的挑一下屏幕上这个 曝光指示的这个标尺 看看它这个数字是在零以上 还是零以下 咱们找到相机 也就是一个方块 上面是加号 下面减号的这个按钮 调整一下这个曝光补偿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标尺 您看它就变化了 把它调到零 当使用手动曝光模式去拍摄的时候 那就更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对这个 曝光三要素 光圈 快门 但是ISO之间的组合呢 不是特别的熟练 那么当然这个手动曝光模式啊 确实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练习 当然这不是说咱们新手不可以用这个模式 而是说它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练习 去摸索这当中的小技巧 所以在一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使用AV或者是TV的这个半自动模式来拍摄 从相机给咱们判断的这个参数当中呢 咱们去找到一些规律 那么学习这三个曝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有利于我们将来更好的去驾驭和掌握手动曝光模式 咱们在手动曝光模式之下呢 就没有啥新鲜的东西了 还是观察曝光指示这个参数 以及脂肪图的曲线来判断我们现在的曝光是否是合适的 那么曝光指数的这个上下太多了 无论怎样它都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关于脂肪图呢 我之前就已经发过了相应的详细教程 如果您想要去进一步的学习的话 欢迎查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101栏目 这是一系列相机基础设置的一个小百科栏目 如果您对相机的操作还有一些疑问 那么查说明书在网上都找不到相应的答案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 我呢试试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这些问题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艾迪 咱们一起做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